龙兴宇究竟去了哪里?何时在与龙浩尘相遇? 龙浩尘在麒麟山谷中,接受奇迹之鉴的考验时,领他来此地的杨浩涵,却回忆起了龙兴宇的托付,作为龙浩尘的亲生父亲。 龙兴宇此刻却并不在圣城,他究竟去了哪里?何时才与龙浩尘重逢呢? 其实在奥丁镇分别时,龙兴宇便已经交代了去向。 在击杀了潜入的狼魔神后,龙兴宇因为动用了神印王座的力量,而被第七魔神阿南的杀翼锁定,两人之间战斗可谓无法避免。 因此,龙兴宇回到御龙关后不久,便与刚重重的妻子白月告别,赶赴关外迎接这场战斗。 在此之前,二人曾有过数次交手,最终却都以平局而收场。 龙兴宇在实力上要稍训一筹,但凭借末日与杀戮王座的威能,往往能和阿南拼得两败俱伤。 这次决斗的结果也不外如是,但是龙兴宇却在战斗后失踪,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,只能靠神印王座还没归位,判断出他并没有陨落。 而龙兴宇之所以没回于龙关,是因为他无法面对白月。 这件事还要从一个误会说起,龙兴宇在奥丁镇找到白月时,龙昊成已经有了十岁的年纪,联想到十年前白月的突然失踪,以及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他。 龙兴宇难免会怀疑白月背叛了自己,并因此而认定龙昊成不是自己骨肉。 所以在带着白月离开奥丁镇时,将龙昊成单独丢去了昊月城分店,但这样并未减轻龙兴宇心中的痛苦,于是他便将自己藏了起来,直到龙昊成成为猎魔者,并因为一系列事件而名声大噪。 龙兴宇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,开始暗中关注龙昊成和他的猎魔团,有时甚至会悄悄帮他们完成任务。 龙昊成率队进攻星魔塔,因此而落入魔神皇风秀的陷阱时,龙兴宇当时就在他们身边,但此时他内心的肚恨完全爆发, 竟选择眼睁睁看着龙昊成陨落。龙兴宇以为自己的心魔就此铲除,可当他回到御龙关时才发现,这不过是自己愧疚的开始。 龙兴宇每晚都会梦到龙昊成喊他爸爸,这让他开始了深刻的自我检讨,而检讨的结果便是龙昊成很无辜,自己在渡恨之下违背了歧视十大守则。 这让龙兴宇懊悔不已,抑制日渐消沉,不仅放弃了参加圣殿大笔,修为也一度因此而停滞不前。 直到龙昊成四年后再度回归,率领光之陈希列魔团参加圣殿大笔,并最终赢得了圣殿联盟主席的位置。 在和杨浩涵一起返回御龙关时,龙兴宇在城墙上等待,他看到龙昊成时早已被泪水模糊了双眼。 从龙兴宇的角度来说,能再次见到活着的龙昊成,无疑是给了他一个救赎的机会,龙兴宇也无疑抓住了这个机会,即便是最终一切都被龙昊成得知,也并未影响这父子二人之间的关系。